本节目每周二周五在干净世界独播 欢迎订阅精英论坛在干净世界的频道 中国新年北京都会有个领导人的团拜会 看不出任何乐观向上 习近平在上面说这个风景这边独好 在这些官员的脸上表情僵硬 目光还有点呆滞 我认为风景这边独糟 跟现实的中国这个差别实在是太大 至少不是没给他面子 又会满来讲了几句实话 官不了身啊 说了几句真话官就没了 那风景这一边独好 是毛泽东的一首诗的句子 红军打了败仗 马上就要突围逃跑 从听毛泽东在最倒霉的时候说的话 感觉就是很不吉利 对中共来说 如果他特别强调自己比别人都好 那一般就是出大问题了 都跟现在的这几年的政治上的倒退 有很大的关系 不解决国境民退的问题 他市场经济是不可能复苏的 请订阅精英论坛 在干净世界的频道 本节目每周二和周五 在干净世界独家播出 欢迎大家关注收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